WCV常规赛 四川女兰对阵山东 现在来到了最后的3分49秒 高宋造了一个犯规 两罚 这场比赛 山东队打的还是不错的 打到最后4分钟 依旧把四川队这个主力留在场上 一般到这个时候早就开始练兵了 第四节比赛呢 还有3分48秒 在得分方面呢 李孟得到了12分 含蓄10分 立法有了 得到了10分 高宋一发命中是得到 王之导就有所保留 这些主力呢 最多打了半场球 两罚一中 罚球不中 系不系上 四川队又要准备五上五下了 在第三节 四川队就透过一次这样的人员的大轮转 还是找到王英卓 扑进来 这球给了一个前上球 还觉得这个大帽还是非常漂亮的 呃 主力也终于是全部换下了 呃 李孟 韩旭 打卡下班 同时呢 客级的梯队啊 也是 呃 做得很扎实 员双飞 自己上篮不中 好球啊 这边篮下篮板球二次进攻得出 双飞 这些都是北师大朋友出来的优秀的一种 他们自身的这个清训体系和自身的篮球 还是给到王英卓 呃 这个球强起造了一个犯规 两罚 第一罚有了 最后 这个十一分中得到十一分的这个很精彩的表现 特别是第二场比赛 呃 黄思静还和山西队的主教练赛萨在场边一块看球 呃 两个英语聊得无意乐 呃 山东女兰最后是个主力队员依旧留在场上 因为是广东口音的英语 呃 聊得还很很happy 所以我觉得 张来给到李双飞 黄思静也好 他们都是中国女兰 给我们带来无敌人和荣耀的金蓝 直接投 三分不中 还有两分半 呃 分差呢 南下杨恒宇 抢怼 哇 打得非常的硬气啊 最后造了一个犯规 杨恒宇两罚 第一罚有了 两罚全中 二罚素营 哎呀 转外线 熊中仪 啊 这个球又是被抢断了 其实没有第二选择 呃 也被防守提前就识破 哎呀 杨恒宇接着抢打 转身勾手 好球 再拿两分 呃 素营防杨恒宇确实对他来讲有点为难他了 防不住啊 年轻球员 这边 张王来 三分不中 赵亚佐篮板球 还是给杨恒宇打出新得来了 可以再给一下 报价来了 哎呦 这个球传的高了一些 塞进去之后感觉机会还是不错的 这个高度 素营啊 哇 这个球 难度有点大呀 赢着人的一个极听中头 给了一个后场球 韩序非常开心啊 那么下午的一点半为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农信对新疆天山的比赛 昨天呢 内蒙古的比赛也是下午的一点半 那么下午的四点半 再给王英卓 还是两个报价 杨恒宇 赌进来 好球啊 最后的这段 山东队是连着追了一些分数 当然这个比赛的结果是早早的定了 有更好的观赛体验呢 当然是开通咪咕会员的钻石会员了 首月仅需六圆 即可享受超高清 好球 这个球熊中仪 发现现位置的一个中距离 想象比赛最后 清流直播 感受一下 没有解说 你还能看得这么happy吗 你还能有解说员可以吐槽吗 篮下王英卓 转过来抢起 上篮不中 那全场比赛最终比分是75比58 哇 78比58 这个球厉害了 三分命中 四转队最终赢了20分啊 看李梦也是非常开心啊 看一下这个回放 我们看最后这球 哇 后展位置一个压售三分球啊 13号熊中仪 没想到最后时刻给球迷们送上了这样一个惊喜啊